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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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往生到极乐世界 如此辗转 不可负寂 十方世界中的身人弟子 菩萨圣众 以及其他众生 都往生到了极乐世界 得到了究竟快 已经 活即将成活的不可胜数 那极乐世界 虽然接纳了无量无边 不可胜数的十方众生 但也不会增多 为什么呢 好比大海 唯水中之王 长江大河 涓涓溪流 都流入了大海 那大海 也不见增减 八方上下 佛国无数 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 长久广大 名好快乐 最为输胜 最为殊胜 这些都是那阿弥陀佛过去 世行菩萨道士的志愿和功德所致 那阿弥陀佛的恩德 广布十方佛国世界 无穷无几 生大无量 是任何语言和形容都无法表达于万一的 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 极乐世界中的所有菩萨 他们的禅定 智慧 神通 威德 无不具足圆满 连诸佛所演说 深奥 玄秘的一切法门 也都研究 领悟的透彻深入 没有一处 不明了通达的 他们 以这些 深奥玄妙的佛法 来规范调服自己的眼 耳 鼻 蛇 身 翼 这六根 身心柔软 深入真正智慧 对外道的教法 再也不会用心 都依照诸佛的教导 再修习 念 择去 精进 习 疑 定 和舍 这七觉之方面 不遗余力 修行 无眼 照真打俗 使肉眼 简则 天眼 通达十方 无论远近 法眼清静 慧眼 见真如 佛眼 巨足 对 一切之法性 通达绝了 变才总持 得 大自责 了解 世间一切众生的 东西 与 好恶 而且 因人而移 随其积移 广说佛法 所说之法 至成真实 深入 佛法精髓 度化众生 眼说正法 无 假有之下 无 造作之为 无 烦恼之腹 无 灭盘之念 没有 种种分别 远离 种种颠导 对 一切 所用之物 从不摄取 游历 十方 诸佛世界 从不产生 喜爱 或厌烦的感觉 无 所需求 甚至 连这个念头 也 不曾有过 也没有 你 我的 分别 更无 轻书 恩怨 的 计较 为什么呢 是因为 这些菩萨 对于 一切众生 皆怀有 大慈 大悲 为一切众生 谋利益之心 舍离了 一切 执着 成就了 无量的 功德 以 原容 无碍的 智慧 通达 彻悟 诸法 本如 彻底 明了 事出 世间的 因果 事理 以 种种 音声 方便 弘法 力声 对 对 世间 一切 言语 都 不染 浊于心 以 追求 一切 正法 为 究竟的快乐 要知 事出 世间 一切 诸法 今世 虚妄 毕竟 无所有 了 不可得 平等 空气 深深的苦暴 与烦恼 两种渔席 都已断尽 于三界中 平等 勤修 究竟 圆满的 一尘 教法 从而 达到 涅槃 彼岸 决断 一切 疑惑的 束缚 正 无所得 以 方便 全巧的 智慧 增长了之 教化 一切 众生的 方法 从 本性中 流露出的 智慧和 神通 都能够 安住 他们 所证得的 一成 佛骨 也是 从他们 自信中 自然显现 绝不是 从外面 求得 领悟到 其乐世界的 菩萨 智慧 宏大 深广 就像那 宽广甚深的 大海 功德 和高广 好比 须弥山 从 他们身上 散射出的 微神之光 远远超过了 太阳 和月亮 他们的内心世界 纯洁的 犹如雪山 菩萨 菩萨们 忍受 污辱 屈辱的 精神 好比 沉在 万物的 大地 对 世间中的 一切 都平等 心对待 心中清静 投鼻那 洁净的 树 对 心田中 一切 成垢 都洗刷得 干干净净 一尘难染 他们 度化众生 热情如火 烧尽 一切 烦恼 对 万事万物 从不 执着 有 清风 一般 没有 任何 障碍 宣讲 佛法的 音声 如同 轻雷 霹雳 惯醒 那些 还沉迷于 苦海的众生 这些菩萨 传授的佛法 犹如干露 滋润 众生的心田 菩萨们的 平等 慈悲之心 就像那 虚空般 广大 无边 菩萨们 好比那 捷径的莲花 出污泥 而不染 胸怀 犹如 泥居树般宽广 护避着 广大众生 智慧锐 悦热 犹如 金刚处 能够 斩断一切 邪之 邪剑 降服 烦恼 等恶魔 信念坚定 信念坚定 犹如铁维山一样坚固 一切邪魔外道都不能动摇 心智 方广正直 善于顺遂积移 做各种决断 研究佛法 不知厌烦 求法 不知疲倦 守戒严谨 心犹如流离 表里如衣 光明磊落 菩萨们所说之法 大家无不心悦臣服 他们到处传播佛法 建立道场 以智慧之光 冲破鱼痴带来的黑暗 那些大菩萨 纯净温和 既定明察 为大导师 调服自身和他人的各种欲望 引导广大众生 舍弃一切爱欲执着 彻底清除 导致沉沦空海的贪 称 吃 这三大毒根 他们游戏神通 以怨力因缘 出生广大善根 崔福一切磨重 尊重 供养 侍奉一切诸佛 为世间之明灯 最圣之福田 输胜吉祥 看受人天供养 他们 微光显赫 神采奕奕 法喜充满 雄剑勇 雄剑勇 勇猛 无所畏惧 通晓一切菩萨至枉 常常安住在 不生不灭 诸三摩地境界 悬由一切道场 远离身闻 圆绝 二成的境界 阿难 我刚才所讲的 你是对 往生到极乐世界中 广大菩萨的 真实功德 略说一二 如果要 面面俱到 即使说上 百千万个时节 也难以说完啊 释迦牟尼如来 又告知弥勒菩萨 即在座的天人道 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中 身闻弟子 即菩萨们的功德 智慧无量 说不可尽 那国土的奇妙 安乐 清净 也同样 妙不可言 他们情力 他们情力善念 尽力供养 十方诸佛 观今行道 喜乐酒席 才猛智慧 财猛智慧 信心坚定不退 意念终不松懈 外相迟缓 内心使急 心容虚空 心容虚空 包罗万象 奋行中道 内外一致 表里如一 自然严整 简点端直 身心洁净 没有贪爱 他们的志向誓愿 从不改变 他们所追求的佛法 平和中正 永远不会误入其路 他们对佛经中约令 总是兢兢业业 不折不扣的志向 好比工匠手中的墨线 依现实工 不敢稍有怠慢 心中所想 全为佛法 没有其他任何杂念思语 心中空旷 没有任何忧虑 随缘行事 安住在无为境界之中 淡泊明智 没有任何欲望 所作所得 皆是善事 以大慈大悲之心 哀鸣一切众生 所作所为都符合礼意 包罗万象势力 射受一切众生 出离生死苦海 永得解脱 永得解脱 保守自信的亲近 所立志愿至高无上 净化身心 保持禅定 得到究竟的安乐 一旦开悟 明星见性 清静本性中 自自然然流露出 无量无边的事项 这些声闻 菩萨之心 好像神奇的魔女宝珠一样 将自然之光和色相互渗入 网互变化 超过十方 他们的自然之心 使国中自然生出七宝 空中自然涌出万物 光明 精妙 明镜 齐显并谢 诸善众好 无语伦禀 这都是极乐世界 慧重和清静心 所生出的 他们的智慧没有上下之分 对万事万物 洞察的深广程度 可谓无边无际 你们应当各自精进勤修 努力自求自身的功 断除生死 往生到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之中 到了那时 你们自然会完全舍弃了 苏婆世界的恶道轮回 恶道之门自然关闭 那极乐世界是最盛之道 简单一行 那极乐世界的往生者都不利不为 唯本性所牵随 至相如虚空 晴修成佛大 可以得到长生不老 寿命和快乐 都没有极限 为什么非要摊着 这苏婆世界中 世俗所谓的利益 烦恼无尽 为世间无常所折磨呢 这苏婆世界中的人们 都去争本也无关的适合物 在此痛苦不堪的苦着恶事之中 他们辛勤劳作 苦心经营 以求自己尊贵的 卑贱的 贫穷的 富裕的 年少的 年长的 男的 女的 储夕纪律 甘愿被自己的贪欲之心驱使 没有田地的想得 得到田地 没有房屋的想得到房屋 没有家眷财物的想得到家眷财物 不管是没有得到的 还是已经得到的 都在忧愁苦恼 得到了一件 还想再要两件 当积累到一度程度时 又担心失去 担心遇到水灾 火灾 盗贼等等 又害怕冤家的仇杀 债主的催逼 幽据之中 千命之星随之增长 越来越顽固 难以棄设 等到他们死去的时候 等到他们死去的时候 所有的财物都不会跟随他们而去 穷人与富人完全是没有区别的 各种忧苦万端无尽 这娑婆世界中的人民 父子之间 兄弟之间 夫妻之间 亲属之间 应当相互尊重 和睦相处 不应当互相憎恨 嫉妒 应当互相帮助 救济 不要贪婪令兮任何财物 互相之间的言谈 必然应当和颜悦色 互尊互尽 不要相互冲撞斗狠 如果产生争吵 心里就会愤恨不已 如果这份恨愈愈愈愈 最终必然结成深仇大恨 世间之事 如果总是冤冤相报 更会没完没了 导致双方都受到伤害 即便有时报应 没有立刻显现出来 还以为自己占了便宜 不知因果显张 丝毫不爽 一旦报应现前 后悔也来不及了 人类 沉迷在情爱贪欲之中 孤独而来 孤独而死 独去独来 苦乐自受 无人能够代替 善恶果报如影随形 每个人在世上所作所为 各不相同 要想再见 遥遥无期 可不趁身体强健 努力行善 难道等到有心无力之时 再哀嚎吗 这世间的人分不清什么是善 什么是恶 因而常常凭借着各自的见解 去做各种招致疾凶祸福之事 这些人身心愚昧 神志昏暗 听从接受那些外道邪说 这样的颠倒见解相续不绝 成为生死轮回的原动力 生生死死死死死生生 无常为根本 由于不能够对佛法产生信仰 心无远虑 被各种欲望所驱使 而一心只追求眼前的世俗快乐 沉迷于称惠分 贪恋于财物和各类喜爱的有形之物 而永无休止 真是替他们悲哀怜惜呀 这世间之人 其先被愚痴 不知不知佛法 不懂道德 不对他的后辈进行教导 世世代代恶业相惜 以致造成生生世世 作恶受报的结果 这也就没有什么好奇怪的 这些人 这些人对生死轮回于六道 善恶报应如影随行 这宇宙真理推律都不相信 还以为 父母死亡 父母死亡 子女痛哭 兄弟夫妇 其悲伤程度也有过之而无不及 一生一生一死 一生一死相互眷恋 被恩爱 被恩爱忧伤之劫 牢牢牢捆覆 没有解开的时候 想念之前的恩恩爱爱 亲善友谊 其实都是情欲在支配 不能深思熟虑 了解世世真相而专心精情的修行佛法 人生苦短 眨眼间第二世都再一次的开始 等到年寿将近的时候 则会感到无可奈何 空自哀叹 这世间之人对佛所开示的种种离苦得乐的方法 不能够正确理解 迷惑的人很多很多 真正明白世事真相 得到究竟解脱的人 却奉毛领奖 这些人时时刻刻都在算计如何损害他人 恶气昭彰 恶气昭彰 望生世短 违背天地之德 作恶多端 他们的既定阳寿 就会被窝脱堕落 斩斩于地狱 恶鬼 畜生 这三恶道中 永无实信 你们应当深思熟虑 远离各种恶业 远离各种恶业 选择善事 勤奋苦修 富贵荣华 不可能长久 缘分一尽便会弃人而去 实在是没有快乐可言 你们应当勤奋精进 求生极乐世界 生到极乐世界之后 你们的智慧才会明达 功德才会殊胜 千万不要随心所欲 恢复于精教戒行 落在人后啊 弥勒菩萨说 佛的教导非常深刻 非常善妙 我等承蒙佛的慈悲大恩 才得以脱离生死苦海 佛作为三界法王 超过一切诸天圣人 而为至尊 佛所说之法 光明彻障 动达无几 佛是一切天人之师 今生能够遇到佛注释教化 又亲耳听闻到阿弥陀佛的名号 都感到莫大的欢喜 我们的心也因此得到开明 释迦牟尼 明星族 明星族 善事 世间节 世间节 调遇丈夫 天人师 野公 佛佛 佛陀 世尊 断除狐疑猜忌 拔除各种爱欲 杜绝各种恶意恶念的源头 就算他奔走于欲界 色界 无色界 这三界世间贵土之中 也能无所障碍 也能够向众生指引佛法正道 度化还未度化的友情众生 你们应当知道 十方世界的众生 从无量节以来 就辗转往返于天 人 阿修罗 树上 恶鬼 和地狱 这六道之中 忧苦不绝 被生 老 病 死 所带来的痛苦 时时刻刻折磨缠绕 这身体恶臭其中 而不洁净 实在是没有什么可称得上快乐 你们应当自己果敢决断 洗除心中的污垢 言谈举止 符合 忠 孝 仁 意 心口如意 快乐 不洁准 不不长 你不不歇 万不喜到你 今来去 为此讯 真正回忆处 今行修 写神灵 今修 心放弃 今行修 写神灵 今修 写神灵 今修 心放弃 今行修 写神灵 今修 心放弃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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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